当你表白被拒绝之后 你会怎么办呢 你是继续死缠烂打 想用时间感化他 还是说果断放弃 寻找下一段真爱呢 如果告诉你就算是拒绝过你的女生 只要他没有删除你 你们就可以在一起 你信吗 点赞收藏这期视频 教你绝地翻盘 这个兄弟他私信我说 他喜欢他的大学导员7年 但是对方觉得他不成熟 所以呢大兄弟毕业之后啊 就一直在努力赚钱去提升自己 前几天呢女生分手 兄弟觉得机会难得 又一次和女生表白 但是还是被拒绝了 暗恋家追求整整7年时间 讲道理 就算这个女生 她的心是冰作的 她也应该被融化 难道就是因为幼稚的问题吗 看完了兄弟和女生聊天记录之后呢 我的心里有答案了 这里兄弟说 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好吗 女生说 你认真的 我比你大6岁 你不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吗 兄弟说 我好找 可你老大不小了 不是不好找吗 女生回了点点点 兄弟说 怎么样 女生说 行了打住吧 你要是再说下去 咱们连朋友都别做了 兄弟表白完呢 这个女生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拒绝 而是你认真的 这句话其实就是能够证明 他对大兄弟是有想法的 但是他有顾虑 他问了 我比你大6岁 你不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吗 来去试探兄弟 如果说当时兄弟的回答 能够让女生满意 两个人他早就在一起了 可大兄弟怎么回的呢 肯定老大不小了 不是不好找吗 嗯 我能理解大兄弟的想法 是为了女生在考虑 但是大兄弟的表达方式 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要不是他们两个认识的久 女生早就把他拉黑删除了 所以现在要做的 就是解决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那我让兄弟说 我发现我真的是很倒霉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我们继续说 小时候家里穷 吃了上顿没下顿 现在好不容易长大 聊个天 聊了上去没下去 直接告诉女生 我们已经感觉到被冷落了 但是并不怪你 只怪自己太倒霉 为什么要说倒霉呢 就是因为女生刚分完手 她一定是有情绪波动的 而当不符合心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会把问题归咎于倒霉上面 所以呢 倒霉也是最容易调动 女生情绪的形容词 女生回了 这算是 果然女生上钩了 那我们说 你的意思是 你比我还倒霉 我不信 表现出一种倾听者的姿态 提高女生的倾诉语 女生回了 我这工作也不顺心 还被分手了 你说呢 我们说 那我们先别聊天了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怎么 女生很意外 她话匣子都要打开了 却让我们给关上了 为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 虽然说女生产生了 和我们倾诉的欲望 但是倾诉的 只有负能量的情绪 我们不能做她的坏情绪垃圾桶 虽然说两个人一直聊呢 可以聊下去 但是我们在她的心中 只会成为一个倾诉对象 的确 两个人的关系 可以得到生纪 但是保质期并不长久 所以呢 要懂得适可而止 我们要的是一段 长久健康的恋爱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换一个 生纪关系的话题 我明天还要去约会 怕沾上你的倒霉运 大学问我 初二我明天没有约会啊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告诉她 这句话自有妙用 你马上就知道了 女生也疑惑了 约会 我们说 嗯 已经计划好了 我们吃完午饭呢 就去开车兜兜风 然后一起去喝个下午茶 之后再去DIY讨瓷 差不多结束呢 就可以去吃晚饭了 女生因为幼稚 拒绝过大兄弟 那就让她看到 我们可靠的一面 约会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规划的有条不紊 只不过呀 这些都只能给别人了 所谓前人在数 后人成量 女生看到之后呢 她的心里 一定会有情绪波动的 女生回了 哎 年轻就是好啊 不像我老大不小了 再去这些地方 都不合适了 你们觉得女生 是在推开大兄弟吗 不 她在阴阳怪气 她之前拒绝大兄弟 是觉得她幼稚不成熟 而现在大兄弟 变得成熟了 连约会都提前计划的 十全十美 可是呢 约会的对象 却是别人 女生心里 会非常的不甘心 她想要用这句话 来引起大兄弟的注意 我们回 年纪和场合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岁的女生 可能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但是心智始终还是太稚嫩 四十岁的女人 可能事业有成 但默然回首 还是会感叹 生活少了一点热情 你呢 现在刚好多一分成熟 多一分热情 应该高兴才对 虽然兄弟错误的聊天方式 是导致女生生气的原因之一 但是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呢 还是女生和兄弟最大的隔阂 我们这句话的作用 就是用真诚的语气 跟女生讲清楚 我们不在乎年龄 我们告诉他 每个年龄都有各自的高光 彻底去打消他的顾虑 女生回了 你之前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 兄弟们可以体会一下 女生的语气 像不像一个生气的女朋友 翻旧账的时候 对你的阴阳怪气 我们回 现在你可能觉得我成熟了不少 但我时常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二十多岁的浪漫 我还是很羡慕那种 不在乎未来怎么样的自由和自私 羡慕那个不完美 但是很勇敢的自己 我们这段话呢 不仅完美的解释了 我们现在和之前 对于年龄态度的变化 也在暗示女生 虽然以前我的不成熟盲撞 但是也有着难以企及的一腔孤勇 我并不后悔 这是非常爷们的态度 我做错了事情 但是如果时间重来 我依然会重蹈覆辙 女生回了 我看你一点都不羡慕吧 都着急到明天就要和别的女生约会了 兄弟们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醋味 很显然 女生被我们这段感情表达和框架打动了 她开始在意这个兄弟了 兄弟这一下是又开心又着急 她说 楚儿她是吃醋了吧 可是我说了要和别人约会怎么圆呢 哎呀 不能直接说骗她吧 我告诉大兄弟 这个情况早有预料了 我们直接回 嗯 对呀 约会啊 跟我哥们约会 他让我给他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拿去脱单 女生秒回 你还挺热心 也不先看看自己 兄弟们 女生几乎已经在明示大兄弟 让他追求自己 但是这里一定不要直接去表白 会让女生觉得很容易拿捏我 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我们这里是这么回 可比起自己 我更关心的是你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每天早点睡 别工作的太累 你别想太多 我会一直站在你的背后 如果你等不到其他人 记得回来 这七年的记忆 我会一直记得 虽然我们不表白 但是每一句话 还是要自自真心 聊天技巧固然重要 可是没有真心的加持 注定也只会徒劳无功 女生回了 女生感受到了我们的真心 但是内心还是很犹豫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帮助她彻底的 消除掉最后的犹豫 我也许给不了你很多感动 但是我会陪你度过这个七年 也会有下一个七年 每一个七年 女生隔了很久 回了一句话 咱们见一面吧 当天晚上 兄弟和女生两个人就聊了很久 把所有的误会啊 委屈啊 全部讲清楚了 之后呢 兄弟又用我教她的聊天方式 和女生相处了一个星期 两个人成功的确定了关系 其实很多兄弟 她并不缺追求女生的决心和耐心 她只是缺少了一些 和女生沟通的技巧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人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吻 回复我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L38我来帮助你 如果一些你千万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